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生活在当代的都市,我们都习惯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公调的日子 然而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把莆盛的两场故事 小傲是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青年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夏天的缘故,小傲总是很怕热 可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家里突然停电了,小傲不满地打开窗户 傲闹地在房间中翻出奶奶留下的旧莆扇 小傲坐在阳台上打着蒲扇乘凉 突然回忆起了自己在乡下和奶奶一起居住的场景 那时的自己还很年幼 暑假时被送回了奶奶家 奶奶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 甚至连风扇都是坏着的 奶奶地里种的菜虽然新鲜 但小傲却念念不忘城市里的薯条 而且她特别讨厌农村的泥巴 所以小傲十分反感在奶奶家的生活 她期待着自己的父母早日把自己切回去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着 每天小傲都在奶奶的蒲扇和故事中树眠 她越来越习惯了乡村的生活 甚至在这里找到了好朋友 农村的悠闲自在是城里远没有的 奶奶的贴心陪伴更是让小傲觉得很温暖 可是暑假很快就过去了 小傲的父母来接她回城里上学了 奶奶念念叨叨地告诉小傲 下次你来奶奶家就有空调了 小傲在临走时 想要告诉奶奶自己很喜欢和她一起生活 可最终这句话还是没说出来就上了车 她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离别就是永别 时间一晃 小傲二十四岁了 她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告诉奶奶自己很喜欢和她在一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最大的难过莫过于天人永隔 在子小边也要告诉大家 陪伴老人从你我做起 不要让爱变成遗憾才后悔莫及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